Hello, 大家下午好 你搞什麼? 對著換菜, 這麼早? 要煮飯了嗎? 不是, 還有一段時間要煮飯 不過呢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一塊砧板 大家沒多久之前 就在另外一條影片 這個大叔 由上海街買廚具 大家見識過 就是我怎樣去選砧板 介紹各種各類的砧板 當時呢 我就預告了 我說我這塊砧板很快刻 現在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真的刻了很多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這塊砧板 不是原先那塊木的顏色 大家知不知為什麼呢? 今天呢 這個影片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些是 就是 砧板保養的小常識 OK? 這樣好了 咦? 這個菜是什麼意思呢? 先浸著它 因為呢 我之前呢 在很多條炒菜的影片呢 我跟大家分享過呢 這個是 就是買菜的心得 一樣的 我喜歡買些柴柴柴柴柴 看起來不是很帥仔的菜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菜呢 是乾水 所以呢 是不重痴的 看起來就很噁心 但是呢 只要呢 花點時間下去呢 浸開那些菜呢 就馬上 就可以是 青春常駐 活力 依然 OK? 這樣呢 又可以省錢 同時間呢 亦都可以 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大家就知道了 怎樣去 令到那些菜 是 就是更加去什麼 更加去 省錢之餘 又抵食 OK?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突然間 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玄西呢 我又兩天之前買的 咦? 兩天之前買的 現在都還這麼 青春常駐呢? 活力依然的 當然啦 因為呢 我在它快死的時候 去浸水 浸了它一晚 立即 回復回正常啦 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技巧 我們入柱是需要的 是 你說了這麼久 你說保養針板 怎樣保養針板 我現在呢 先拿開這些東西 我亦都不是耍時間的 大家都知道的 因為我是現場爆肚 沒有 沒有講稿的 所以有時候說話 突然間我腦轉不了 大家不要介意 OK 好了 這樣呢 我這塊針板呢 大家看到的 我故意先拿一盆水 壓住它 為什麼呢? 我一定要整塊針板 浸水 大家看到這塊針板 是不是黑了很多? 對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初初那時候我完全 那條片呢 就是在上海 就是由上海街 買這個針板的時候呢 我完全沒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針板保養的常識 是不是? 因為當時呢 我覺得 這塊針板 我開箱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是濕的 那我想著呢 就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 怎麼不知不是 早一陣子呢 就是上個星期呢 香港就很乾燥的 這樣呢 很快 我發覺這塊針板就有裂痕 死了 當下 心 一涼 不是吧 之前那塊針板 用了十幾年 你不要告訴我 這塊針板用不夠幾個月 爆喔 即是報廢喔 不行 於是乎呢 我就馬上做了什麼呢 就是先頭大家一開始的時候 看到的動作了 我就將整塊針板呢 就放了在瓶盤 然後呢 拿水摘著它 因為這些針板呢 始終來說都是木會浮的 所以呢 我就拿 另外一個盤呢 就放了水 就摘著它 然後浸 那呢 這塊針板呢 我已經連續浸了大概五天的了 這樣呢 就每一晚我用完之後呢 我就馬上浸 就浸到第二天 煮飯為止 就是十幾二十個小時 那當然呢 我就比較特別 因為我不是一天煮三餐的 那我通常都一天煮一餐至兩餐 一餐就煮幾餐吃 就是輪流吃 那這個也是一種管理 那所以呢 我的菜式呢 我可以告訴你 可以告訴大家 我大部份的菜式 我兒女說的 不是我自己說 我自己都不覺得 不是 他說 老爸你的菜呢 隔了夜凍了還好吃 我說是嗎 是呀 他說是呀 OK 好了 又提外話 因為常常都是現場爆肚 我沒有講稿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會是隨著上一句說話 不斷地去演化出來 去跟著下來講的話 那所以呢 其實你聽我說的話 是就好像很詳細 但是講一下講一下 聽一下聽一下 能知天下事 OK 行不行 好了 那大家看到呢 那這塊針板呢 是不是黑的 是跟我之前 跟我之前那塊 大家說很髒的針板呢 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色 是不是 是了 那大家呢 要記住了 那 那 很明顯的 有些 有些狠呢 現在雖然濕 但是那邊那些狠呢 爆了那些狠呢 大家是看到 但是它是很淺的 那麼我們呢 平時呢 買回來的中式針板 就是我講的是圓形針板 不是那些 之前我講過的那些水巴針板 方形那些 那麼它方形那些呢 就相對地呢 就少些保養 保養的 因為它是另一種木來的 但是那些呢 就適合做這個長形的針板 但是我們中式針板呢 主要就是兩種木材 或者應該說是三種木材 就是啦 一種呢 就是蟲木啦 那天我介紹很大塊那些專業的針板 那一種呢 就是獻木啦 就是現在我用著 大家看到的這一種 另外一種呢 就是鐵木啦 那而鐵木和獻木呢 這兩種針板呢 它有個特色的 它是一定是圓形的 那麼它的橫切面呢 都一定是跟著那個樹的橫切面去做的 就不像西式的針板 即是方形的針板呢 它就剛剛調轉呢 就打 就不是橫切了 不是橫切了 而是什麼呢 順著這個木杏呢 就打直切 就是呢 這個就這個位呢 中式針板這個位 就是邊邊來的 但是西式針板這個 就是正式針板木來的 那個位來的 OK 這個就是中式針板的分類啊 好了 問題就是呢 這個 這個中式針板呢 它有個問題呢 就是 因為它是打橫切 那變了呢 它那個相對地那個 就是黏著度呢 就沒有西式針板那麼多的 因為為什麼呢 西式針板呢 那些木是打樹的嘛 那它木紋與木紋之間呢 它接觸那個面呢 就會闊很多 OK 闊很多 那所以呢 西式針板呢 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傷的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分裂開的 但是中式針板呢 因為它是橫切 就是橫切 變了呢 變了呢 就是說 中式針板呢 就會變成 接觸面呢 就只有這麼闊 但是西式針板呢 就數以十倍的長度的接觸面 所以西式針板不容易爆 但是中式針板呢 就很容易爆 尤其是在乾燥的日子 我都之前 我都曾經約略提過 我上一塊針板 就是對上再上一塊針板呢 就是因為當年我是出去做事的 那麼我試過呢 就整個月 就是差不多整個月沒有開飯 我一開飯的時候呢 我一抽起針板 它都已經有發覺它有很多練文 誰不知一刀下去 撲 4分5裂 那塊針板 我上一次呢 那塊針板就是這樣換的 OK 所以呢 為了要保養它呢 大家都應該聽過了 經常聽人說 喂 針板要浸水的 回來要開的 怎樣怎樣 這個是一定沒錯的 不過呢 就可以視乎 情況呢 就是等於呢 我上一條開箱片的時候 這塊針板的開箱片的時候 我當時沒有做任何動作 為什麼呢 我發覺它呢 就有水在裏面保養 密封住的 就是我 大家那次都聽到我說 一拆出來 咦 它說濕的 有水的 那我心想 應該就不用怎麼保養 誰不知隔了幾天 因為天氣太高燥了 它就很快乾的 為什麼會這麼快乾呢 因為那些水沒有滲到進去 整塊針板的心 所以 你只要樹起那塊針板 不出兩個小時 它就幾乎乾了 OK 行不行 那所以呢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塊針板 就很容易爆的 為什麼我要浸水 連續浸了這麼多天呢 每天都十幾二十個小時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要令到 整塊木頭的心 都濕了 這樣呢 今天我之所以拍這條片呢 是因為 我覺得它已經浸夠了 為什麼呢 這兩天呢 我用的針板 即是用完之後 我就這樣放在這裡 浪起它 我發覺它放一天都乾不完 這樣就對了 我之前呢 都曾經跟大家說過的 我說針板 如果你經常不用 不經常濕水 它就很快壞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不明白 就覺得這種顏色呢 是有細菌啊 那我再說一次呢 就是針板 它有沒有細菌 其實是視乎你使用的習慣 和清潔的習慣 我亦都可以在不少的影片裏面 跟大家說 針板是需要做清潔的 定期做 我通常一個星期左右呢 我就拿些洗潔精呢 輕輕抹一下 刷刷 拿些 拿這些 拿這些 這樣的白潔布 即是 介乎於鋼絲刷 和白潔布之間的 它那些 纖維比較粗啊 那就可以呢 刷呢 就將表面那些細菌呢 就帶走 同時間你用洗潔精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洗潔精 都有消毒的功能的 可以嗎 這樣就輕輕 當你水果 就是這樣說 你水果都可以用洗潔精洗 大家都知道 知不知道 水果可以用洗潔精洗 即是蘋果那些 當然你要時候要過清水 要不然就 你自己吃到肚餓 就是你的事了 好了 那所以呢 這個中式針板 基本的保養常識是什麼呢 就是 第一 第一 要經常保持它濕潤 但是它就 不是叫你濕到 它起了散 你都不管 這樣就是錯的 而是說 經常用清水 去幫它做清潔 然後呢 如果你發覺它乾得太快的話 其實不是一個好現象來的 如果它乾得太快的話 譬如說 我先說 你浪起它 然後呢 兩三個小時就乾了 這樣呢 我跟大家說 這塊針板就很快壞 因為它的心不是濕的 再說一次 針板濕不代表它有細菌 它有沒有細菌 是看你平時怎麼用的 衛生習慣 清潔習慣 OK 好了 這塊針板 這塊針板 大家看看 兩個星期而已 都不是我講的 兩三個月已經黑了 那些 十指不碰陽春水 好日都不進廚房那些 麻煩看看 你是不是想現在就換了針板 是不是每個月都要換一次 不是嘛 OK 如果你覺得顏色不好看的 自己覺得噁心的 那你換膠針板 其實呢 就 就 好像我這些 這些膠針板 但是呢 膠針板有個問題 有個什麼問題呢 這塊針針板 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這一塊 就是我兒子經常 專門拿來露營用的 輕一點 很薄的 同一個材質 你看 這個面圖是什麼來的 全部都是刀痕 這刀痕呢 它容易有刀痕 這刀痕呢 你割開了之後呢 它會放一些碎屑 你是沒有辦法清潔的 無論你用什麼去清潔 都清潔不了的 那就留下這些刀痕 你覺得這樣很帥仔嗎 所以呢 整天用的針板 就是你每天都會用的針板的話 我就絕對建議大家 就一定要用木針板 OK 亦都有一些新式的針板 這一塊呢 大家都見過了 經常見我拿來做什麼 拿來戰碟的 拍片的 是不是 這塊呢 就是我女兒 拿來做一些西式的 然後 然後 其實我針板都有很多塊的 你看 這一塊就是組合針板 什麼為之組合針板呢 大家看不看到 它有些接口 這塊針板呢 就不可以拿來砍東西的 我告訴你 我砍東西呢 輕側的呢 幾次就解體 重側的呢 一次就解體了 因為為什麼呢 它這些木呢 是摺下去的 一塊一塊 OK 那這些呢 只有頭好看 不要用 OK 大家要記住 保養針板 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水 不要介意它會變色 因為木呢 這個是特質來的 你走去浸水 就會變色的 OK 大家會說 你為什麼 你都要用這個獻木針板 為什麼不用 之前你在影片那裡 最開始講的 那些松木針板呢 為什麼針板呢 要分這麼多種木材 就是我講中式針板 都有三種木材 那為什麼會分三種木材呢 因為它有不同的用途 從木針板 無論它用多久呢 你看下去都很帥仔的 但是它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很軟身的 軟身呢 它的特點呢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雙刀具 所以蕭蠟蟠 為什麼會用它 為什麼豬肉蟠 都是用它 OK 而且呢 因為它軟身呢 它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萬一那個表面呢 啊 表面呢 它是出現粒粒粒粒不平呢 我們是可以用 這個是木刨 刨走表面的 因為它那些木比較鬆軟 所以要刨走它 就很容易的 所以呢 因為間不中呢 大家會看到蕭蠟蕩師傅呢 是拿一個電鋸 那些 那些叫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我突然間不記得了 那種工具叫什麼 就是 磨平它 剷平它 OK 但是我們家廚 就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呢 松木 它有一個特性呢 就是很容易磨食的 因為它太軟身了 那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家裡的話呢 斬劈啊 尤其是剷啊 尤其是剷啊 松木是不適合剷的 因為你剷 因為它太軟身了 你剷的時候 它就會立刻 那些木屑就走出來 OK 那所以呢 你剷肉餅 你就死定了 明白嗎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家廚 就一定不會用松木 雖然它英俊 雖然看上去很英俊 永遠都保持最光鮮的狀態 但是因為它這個特色 我們家廚不用 家廚一定是用獻木 或者鐵木的 那它們有什麼特色呢 這兩種木的特色就夠硬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視它為一個 綜合的針板 即我們不用換針板 剁 斬 劈 切 切 全部都在這塊針板 那裏 行不行 OK 那大家又會問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又分松木和鐵木呢 不是 又分這個獻木和鐵木 因為鐵木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呢 在自己的小區那些家品店買的針板呢 就一定是鐵木來的 因為便宜 百多元便一塊 我這塊呢 貴了半支 五十以上 因為我這塊是獻木來的 而兩塊呢 都是這麼耐用的 我上一個針板呢 其實是鐵木來的 OK 鐵木和燕木呢 也有這個 就是 同一個特色 就是什麼 浸水浸太多 就會變黑 OK 但是它乾身 它依然都是木 記住啊 OK 行不行 那就記住了 以後不要再罵我針板 這塊針板 我打算用十幾年的 是不是以後十幾年 都有人 有些無知之徒 走來罵我 不過呢 大家要記住 就是 怎樣保養這塊針板 我講了這麼多廢話 主要現在呢 大家就知道了 要浸水 保持它濕潤 其實還有另一個 沒有這麼麻煩的方法 是什麼呢 就是 銅塊針板打鈉 今天呢 我手上就沒有那種 針板專用的鈉 大家就可以 去一些專門的嘉品店 或者上海街 大家就應該會有的 你跟老闆講 你問他有沒有 針板專用的鈉 那些鈉呢 是可以吃的 OK 那它呢 大家就可以什麼呢 那些鈉呢 主要就是 塗在它邊邊 最容易爆的地方 中間就不用塗的 OK 那就塗在它邊邊 那就定期跟它打鈉 這樣呢 亦都可以保養這塊針板 就不用浪費這麼多水 不用令到這塊針板 那麼不漂亮 OK 行不行 那基本上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 就是 知道是怎樣做 為什麼我的針板可以用這麼久 記住 整天碰水 才是最佳保養針板的方法 如果大家 不是經常開爐的話 即是 不是經常開爐煮飯的話 都要是 時不時浸一下針板 如果不是的話 一兩個月 它就會自動解體的 OK 行不行 好啦 不說這麽多了 是這麽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